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vlog 我是方掌柜 大家都说不去海边的夏天都是不完整的夏天 所以赶紧寻一处海滩,踩在柔软的沙子上 或追逐着海浪与清风与海鸥作伴 如果还能有美景拍照,那就更棒了 福州的周边就藏着这样一处海滩 离市区仅一个小时的车程 能满足你对海滩的所有幻想 这个夏天,来藏了橡皮药海滩绝对不会错 橡皮药海滩位于福建常乐区湖南镇的大俄村 海滩上不仅有奇形怪状的海边礁石 幽深的悬崖,陡峭的石壁 还有星月形的海滨沙滩 沙子细腻而柔软 赤脚走在海滩上,舒服极了 更为奇特的是这里有五颜六色的蓝海坝 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之下,仿佛一道彩虹在海边 几乎每一位出道这里的朋友 都会被这盐棉树千米的彩虹堤坝所吸引 这里简直就是夏天最美的海岸线 编上一座废弃的建筑,变成了涂鸦墙 时尚新颖的创作,无不透露着 和橡皮药的加薪赌局 吹着海风,还能看到飞机从头顶飞过 关着脚丫,欢快地奔向海的方向 踩着细软的沙滩上 感受着脚丫与细沙之间亲密的摩擦 感受着呼呼作响的海风 心胸顿时开阔,明朗 或许防老压力也会跟着跑得远远的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